中国女排宁波集训历时20天。5月21日赴南美站巴西23-4-2019。 今天,4月21日,上午,中国女排在总教练郎平的带领下抵达北伦,将在北伦体育训练基地展开为期20天的封闭集训,全力备战世界女排联赛。 上午10点40分,中国女排乘坐的大巴缓缓驶入博德力军酒店。 郎平及队员们先后走下汽车。北伦球迷为他们献上鲜花。 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将在今年5月21日正式开打,中国队将在第一周参加巴西战的比赛,同组对手分别是东道主巴西女排、多米尼加以及老对手俄罗斯队。 据了解,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第五战的比赛,将于6月18日至20日在北伦体育中心举行。 届时,中国女排将分别迎战德国队保加利亚队和塞尔维亚队。